这里我叫向阳花开的 大林看到别的姐姐都找到好看的手肘了 应该快轮到我了吧 今年22岁想找个飘花手肘 3到5000就可以 今天不就轮到你了吗 走 去市场 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如果是20多岁的话 其实是不大建议飘花的 因为飘花非常的显老气 如果是一定要去带的情况下 那么建议大家选飘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 花色不能太深 花色一旦生了以后 它就容易显得年龄大 你看像这样的花色就比较显年轻 花色飘的不多 而且闪得非常开 重点是它整个颜色非常淡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20多岁 非常清爽小清新的感觉 这一堆开多少 这套开多少 有没有给过价 拿出去看一下 几千块你如果想买太冰透的料子肯定是买不到的 但是你如果愿意舍弃冰透去选择总好的话 其实选择性还是比较大的 这套的一个种子真的是属于非常老的那种 而且横切面整齐光滑 没有出现崩口或者崩脚 就像一块钢板一样的 手摸上去都有点滑手 然后咱们再去看这条手足的一个底装 它的底装是属于一种淡淡的蓝纸底 有点类似于像天空蓝一样的底装 上面飘的这些花色也是非常散 非常清爽 打针去看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局部会有一点点的小棉团 这一点也是它美中不足的地方 这条看的话只能看到三千 三千出不了 落走嘛一个底装这么多棉的 加一千嘛 这些出不了 这些还出不了 特别这么多棉很影响价格 收回去不好卖的 货主有没有落架 看来还挺多的 怕得多这条就不谈了 再给你加一千吧 最多加到五千 一个落花的底装 花也飘的没有 相当于一个白条了嘛 这还没有花呢 就这一点点嘛 不认真看都看不到的 好好聊一下 能处赶紧出了 这档声音卖给你了 帮我装一下吧 转过去了啊 手足成功拿下 咱们现在拿去加工 走 飘花手足已经起货出来了 咱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起货 看手足通过打磨抛光完之后 整个焦润感立马就体现出来了 整圈淡淡的一个蓝纸底搭配上灵动的飘花 整条手足非常的显清爽 迎光去看的话也能看到明显的一个脱手感 目前这条手足是已经到一个落冰的中水 中间的价位能买到清爽又干净的花色 这样的手足你爱了吗